中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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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賤自己的咖啡 然後知道自己的咖啡水準 跟咖啡的風味在哪邊 從品嘗咖啡找出缺失 林妍千夫妻 將自己栽種的咖啡豆 研磨煮出來 味道讓人驚豔 前面喝起來有一個甘蔗香 他以為這邊的咖啡 就是中美洲 或是非洲的咖啡豆 但沒想到這邊是台灣 土生 土長的咖啡 這是南投國姓咖啡豆的特色 誰能想到 本來是檳榔農的林妍千 會從門外漢變成咖啡達人 契機就是921地震 就我們在災區那個地方 就是看到一棵咖啡樹 在成長頭狀 是不是因為 就是上天給我們的一個指引 南投國姓九份二山是原爆點 正後檳榔園成廢墟 一株沒被震倒的咖啡樹 開啟它的轉型路 作為國姓鄉第一個 帶頭沖的領頭羊 從不懂自己摸索 一路跌跌撞撞 克服困難 2015年 美國咖啡品質協會評鑑中 以86分高分創下亞洲紀錄 獲得精品級認證 實際到咖啡園林妍千 手工挑選只摘熟成的咖啡豆 所以如果是個批次的話 你總共要採索十次 對就是紅一顆採一顆 紅一顆採一顆 所以才是這麼的反應素 堅持有機栽種加上國姓的地理環境氣候 林妍千帶領產銷班一條龍作業 造就國姓鄉咖啡種植面積約200公頃 咖啡年產量約200公頓 年產值加上周邊商品更達2億 成為第一個推行咖啡產地認證標章 打造出台灣精品咖啡 921地震20週年 國姓從災區蜕變成全台最大的咖啡產地 三星五會派電話南投報導